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台北南区荣美教会优福原牧师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主题是 收尾不甩尾 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龟兔赛跑的故事 讲到的是 兔子跑得非常的快 乌龟跑得很慢 但是最后 兔子因为睡觉骄傲而失败了 乌龟反而努力不懈而成功了 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传道书的七章八节 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 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 乌龟因为存心忍耐 奔向标杆 最后他成功了 兔子反而因为骄傲而失败 我们都会同意 事情的结局会大过事情的起头 所以收尾非常的重要 我们看到很多人的出身很卑微 但是收尾是收得非常的荣耀 看到大卫的出身 他在家里的排行是最后的 虽然他在旷野牧羊被父母亲遗忘了 但是他仍然受到高摩成为以色列的君王 他有一个非常卑微的出身 但是他有一个荣耀的收尾 反过来我们看到索罗门王的出身 非常的荣耀 但是因着他违背了神的律法 他的收尾非常的不好 我们就看到他远离神 得罪神让以色列分裂了 这是一个不好的收尾 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在服事上面 可能有一个非常荣耀的开始 但是因着得罪神 因着肉体的软弱 而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收尾 参孙他有神的同在 他一个人打败了数千个仇敌 可是因着他堕落得罪神 他有一个非常非常的收尾 同样的我们在工作 我们在许多的专业的领域当中 我们看到很多人有卑微的起头 有荣耀的结束 大演说家卡内基 他刚开始演讲的时候 没有人请他 他自己说我去免费的为你们演讲 但是到后来 他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演说家 在医学界也是一样 有很多医生非常的专业 手术也非常的成功 但是最后呢 可能不小心有一些仪器 放在病人的肚子里 忘记拿出来了 所以我们知道收尾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到我们的耶稣 一个非常卑微的木匠的儿子 但是他有荣耀的计划 他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 他复活了 现在他的影响力 在全世界 无远福界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他未来还要再回到我们当中 他会做一个非常荣耀的收尾 为什么我们要费力的去收尾呢 因为收尾会带给我们极大的好处 我们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但是好的开始只成功了一半 如果我们像兔子一样虎头蛇尾 我们就会功亏一窥 我们要成功的另一半 就是全力以赴 坚持到底 就像我们以前中华烧棒队一样 可能一开始我们失败了 但是我们努力不懈 最后败部复活 甚至能够反败为胜 好的收尾 也是我们预备一个美好的将来 很多年轻人在工作的时候 不做了 就自己离开 没有好好的交接 这不是一个预备未来的方法 我在第一个公司的时候 我准备离开的时候 我跟公司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交接和祝福 后来公司再一次的请我回来 在就任经理的工作 因为我做了一个很好的收尾 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 有一些好的收尾 我们看到以撒和亚比米勒王离开的时候 他们彼此的祝福 我们看到雅各和他的哥哥以扫 当他们重新会面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祝福 这就是一个平安 没有亏欠的收尾 为什么有一些人 不能够好好的收尾呢 因为我们深信 懒惰 散漫 随便 我们让我们的情绪 来主导我们的人生 我们让情绪来主导我们的工作 甚至可能我们个性害羞 内向 也有一些受伤的地方 所以我们不能够好好的 理性的来收尾 我们在生命的当中 我们眼浅 我们短视 我们怕麻烦 我们常常只看到自己 没有看到大局 乃至于乃至于我们只顾眼前的 我们没有看到未来 因此 常常在做事的时候 吵吵吵了事 用一种打工的态度来工作 造成我们常常不能够好好的收尾 这都是因为我们的无知 我们不认识上帝 我们不认识自己的位分 我们来到了我们的职场 我们是有呼召的 因着上帝的呼召 我们来到这里 所以我们不能够在那边甩尾 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收尾 来荣耀上帝 也知道自己的位分 我们如何能够好好的收尾呢 我们必须明白自己的呼召 当以斯帖遭遇到国家的患难的时候 莫迪戴跟他说 你岂不知你今天的位分 是为了今天的呼召吗 以斯帖觉悟了 他知道他的呼召 他说我死就死吧 我要去见王 因为我今天的位分 是来自于我的呼召 我们必须要明白 我们有上帝的呼召 我们也需要明白 我们工作当中 一切的执掌 说明 还有所有的工作的程序 因为只有明白 我们的工作 只有明白我们的程序 我们才能够做一个很好的收尾 在与成功有约的这本书当中 作者提到要以终为始 要先思想 你要怎么样做一个结束 你要如何的收尾 从那里开始来规划你的工作 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观点 我们要以终为始 而且要看重每一个过程 我们也要看重这过程当中 和每一个人的关系 和每一个人的互动 要注重每一个程序 这样我们会有一个荣耀的收尾 最重要的我们要一颗爱神 爱人的心 当我们爱神 我们就会看重我们的工作 当我们爱人 我们就会注重彼此当中 合作的细节 最后我们要注重的是 人生的收尾 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人生的结局其实就是死亡 每一个人一出生 就开始往死亡前进 但是人生不是结束于死亡 因为我们的灵魂的结局是审判 西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灵魂的结局是审判 感谢神 信徒的结局是奖赏 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时刻 因此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永恒的眼光 知道肉体虽然停留在死亡 但是灵魂会面对审判 而相信耶稣的人可以得奖赏 有着这样一个永恒的眼光 我们就能够有一个荣耀的收尾 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有一个标准的作业流程 就是我们的圣经 圣经把你的开始 创造世界的由来 以及我们的结束 启示录都从头到末了完全的启示给我们了 我们能够按照这个标准的作业程序来经营我们的人生 这就是上帝所做的一个最好的开始和一个荣耀的结束 为了能够帮助我们完成上帝给我们的呼召 执行上帝给我们的标准作业程序 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来帮助我们 因此我们需要倚靠圣灵 使我们的人生充满了盼望 我们需要效法耶稣基督 我们需要破碎自己 我们深信是懒散的 是软弱的 是堕落的 但是因着耶稣基督 我们是有盼望的 我们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开始 我们可能有一个非常卑微的开始 我们可能在服侍 在出生上面都是非常的微小 但是圣经说我们后来可以非常的发达 因为有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所以我要邀请各位破碎自己 跟随耶稣 效法主 主耶稣已经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开始了 他还要再来 他要做一个荣耀的结束 效法他的人 我们虽然卑微 我们末后的盼望是极大的 盼望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 在我们生命当中都做美好的见证 使你不管在校园的学业 在婚姻家庭的当中 以及在职场的里面 我们都能够把每一件事情做好 做好一个美好的收尾 乃至于我们人生 当我们在主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能够有一个荣耀的结束和奖赏 我们一起来祷告 荣耀主感谢你 虽然你有一个卑微的开始 但是你有一个荣耀的收尾 我们要效法你 我们要以我们的生命来跟随你 使我们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过程 我们都做好规划 我们都有一个很好的收尾 乃至于我们见里面的时候 得着荣耀的冠冕 谢谢主 你的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带领我们 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